量子计算机是一种利用量子力学原理进行信息处理的计算机 它与传统的经典计算机有很大的不同 经典计算机使用二进制来存储和处理信息 每个二进制位只能处于0或1的状态 而量子计算机使用量子比特来存储和处理信息 每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 也可以与其他量子比特产生纠缠 即两个或多个量子比特的状态相互关联 量子通信它与传统的经典通信也有很大的不同 经典通信使用电磁波来传输信息 但这种方式容易受到干扰或窃听 而量子通信使用量子态来传输信息 但这种方式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因为任何对量子态的测量或干扰都会改变量子态 从而被发送者和接收者察觉 这就使得量子通信能够实现牢不可破的密码和超远距离的传输 量子计算机和通信的概念 最早由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菲曼 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彼得·绣尔发明了用于质因数分解的量子算法 有可能破解RSA加密算法 一种广泛使用的数据加密传输方法 潘建伟等人实现了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纠缠 和量子隐形传态 打破了量子通信的距离限制 要让量子计算机和通信发挥作用 就必须测量光子或原子等粒子的量子态 量子态是描述粒子特性的数字 但是测量量子态既困难又耗时 因为这样做本身就会改变量子态 而且量子态的数学运算也很复杂 现在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称 他们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 可以更简单地构建量子力学技术 在《自然通讯》杂志上详述的一项研究中 来自罗切斯特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 直接测量了光子的27位量子态 这些维度是数学维度 而不是空间维度 每个维度都是一个存储信息的数字 要理解27位量子态 可以想想用二维描述的一条线 一条线在X和Y坐标上有一个方向 比如说向左三英寸 向上四英寸 量子态有27个这样的坐标 现任维也纳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马利克说 我们选择27个字母 是想说明字母表中有26个字母 再加上一个字母 这意味着每个量子比特可以存储一个字母 而不是简单的一或零 由马利克和罗切斯特大学光学与物理学教授 罗伯特·伯伊德领导的研究小组 能够直接看到光子的状态 他们测量了光子的轨道角动量 即光粒子在太空中传播时的扭曲程度 通常找到光子的量子态需要两个步骤 首先科学家必须测量光子的某些属性 如偏振或动量 测量是在光子量子态的许多副本上进行的 但这一过程有时会产生误差 为了消除误差 科学家们必须查看他们得到的结果中 有哪些是不允许的状态 极不符合物理定律的状态 但找到他们的唯一方法 就是搜索所有结果 摒弃那些不可能的结果 这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时间和精力 这个过程被称为量子断层扫描 光波是电场和磁场的组合 每一个电场和磁场都会震荡并产生波 每种波与另一种波同时运动 并且相互垂直 一束光就是由许多这样的波组成的 光可以有所谓的轨道角动量 在一束没有轨道角动量的光束中 波锋是排列在一起的 连接这些波锋的平面是平的 如果光束具有轨道角动量 那么连接这些波锋的平面 就会呈现螺旋状 这两种测量中的一种称为弱测量 另一种称为强测量 通过测量两种特性 可以重建光子的量子态 而无需进行断层扫描所需的 冗长纠错计算 在量子计算机中 粒子的量子态 就是存储量子比特的量子态 例如量子比特可以存储在光子的偏阵 或轨道角动量中 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 原子也可以在其动量或自炫中 存储量子比特 目前的量子计算机只有几个比特 马利克指出 使用离子的记录是14量子比特 大多数情况下 离子或光子只能存储几个比特 因为它们的状态是二维的 他说物理学家使用二维系统 因为这是它们可以操纵的 要操纵超过二维的系统 是非常困难的 相对于断层扫描 直接测量应该更容易测量粒子的状态 这意味着增加更多的维度 三维 四维 甚至像本实验中的27维 并存储更多信息 将变得更加简单 纽约亨特学院物理学教授 马克希勒里对直接测量 是否一定优于现有技术 持怀疑态度 希勒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关于若测量存在争议 特别是它们是否真的有用 在我看来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 它们使用的技术 是否比量子态层息技术 更好的重建量子态 而在结论中 它们说它们并不真正知道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研究员 杰夫萨维尔曾在 博伊德的实验室 研究过类似的直接测量问题 马力克的研究 也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更令人兴奋的影响之一 是测量问题 也就是说 在量子力学系统中 为什么一些测量 会破坏量子态 而另一些不会 这是一个比量子技术本身 更深奥的哲学问题 他说直接测量技术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 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所处理的量子态的核心 这并不意味着 他没有用处远非如此 他说 他还可能应用于成像领域 因为了解图像的波函数 而不是方波 可能会非常有用 马力克同意 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 但他仍然认为 直接测量的优势 可能在于其相对速度 他说 断层扫描可以减少误差 但后期处理计算 可能需要数小时 我会让他回应用处理计算 我会让他回应用处理计算